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脸色不太好啊 身体不舒服啊 没事吧 没事吧 昨天聚餐吃什么了 我倒霉轮到我站岗 没和你们一块 就那些菜呗 你好 你说说嘛 让我解解馋 又说了 我都知道吃什么了 干啥 干啥 上次来 医生 他到底怎么样了 是过敏体质引起的 过敏 对 他对什么过敏 应该是柴油 目前病人正处于昏迷状态 我们也没办法做最终的判断 这病能治好吗 这要看他的过敏程度了 因人而异 但是要根治还是有些难度 针已经打了 有什么问题马上通知我 谢谢啊 算了 算了 他对柴佑过敏 怎么当装甲兵啊 你别胡说 这不还没确诊呢吗 他不管 好 司马 司马 起床了 快起床 司马 司马 班长 陈游 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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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这么优势 偷着文柴佑 你这种行为到底是自杀 知道了 医生 我们会尽量让他远离过敏员的 还好 没什么大事 休息一下就可以走了 谢谢啊医生 你这种行为 干嘛要偷着文柴佑 我想让自己的身体 尽快适应柴佑的味道 因为我不想再被你们也淘汰 你对柴佑过敏你不是不知道 你这么做 只会加入你对过敏的反应 欲速则不达你懂不懂 人家医生都说了 这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远离过敏员 这时间长了 兴趣反应就不这么强烈了 班长 这得需要多少时间 怎么能等我服班两年兵役吧 这人哪 最重要的 就是找对自己的位置 其实离开庄甲林 也不是什么天塌下来的大事 班长 我求你别不要我行吗 我已经被特种兵给淘汰了 要是连你们也不要我的话 我觉得在部队里 就是一个无价可贵的废人 你可别这么说 这天生我才必有用 你司马上哥 一定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位置 你别安慰我了 我有广告 有队茶有过敏 除了吹事班 还能有什么适合我的位置 会有的 我相信 一定会有的 我觉得自己好没用 高音乐高音乐不行 回农村 乌农也不回 我简直一事无成 我自己喝个废物没什么了解 好了 你的一生还尝着呢 别这么早下前论 同志们 在战场上 会经常遇见装甲车无法启动点火的情况 无法启动点火的装甲车 在战场上 那就是一块废物 一个火板子 所以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科目就是 如何处置应对这种突发状况 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汽车熄火的话 我们可以借助人力 将它推起来 帮助它点火 但是装甲车这个东西 可不是几十个战士 就可以推得动 你想说什么 报告 我想到一个办法 不知道行不行 想 虽然我们推不动装甲车 但是我们可以卸掉履带 用绳子拉动主动轮 这样和咱们 推车的方法是一样的 坐下 同志们 让我们为批鸣同志鼓掌 你果真是个机械方面的天才 没错 我们今天将要学习的 就是这种方法 但是 这种方法虽然理论上可行 需要驾驶员和牵引者之间 良好的配合 我们下面训练的 就是这个科目 来 都有了 起立 好 司马 这个科目 你就不要参加了 团长 焚柴油我不行 是体力活我行 我有力去 是这样 这一会儿啊 驾驶员一定会猛踩油门 那个柴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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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味儿 可能有点重 你就让我试试呗 说 说不定能行吗 算了吧 司马 这一会儿 你要是再晕过去的话 我们还得抬你去医院 你可成了 我说什么呢 司马 我们都为你好 我知道你们为我好 可是你们用这样的方式 我更会觉得自己像个废物 我真心希望你别这么对我 这样至少我觉得自己还有点用 行了 你就别瞎想 没有人说你是废物 你是我们班的一员 你有你自己的作用 我有什么用啊 像大熊猫一样 被大家保护着吗 是 之所以不让你参加这个训练科目 那是因为 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什么任务 现在去装备室领一套工具回来 你心系这个事交给你啊 我放心 有没有信心 是 来 去吧 往前 往前 往里 开始 是 司马知道班长是为了自己好 但自己在特战旅恐高跳不了伞 到了庄甲莲又闻不了柴油 他问自己到底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好 奋斗的意义又是什么 白草甲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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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跟天 sun why 去ерь渣戏 我听说这次的演习 是要跟他们协同作战 y 你说咱们这次去装甲莲 是不是就能见到司马了 不知道 怎么啦 你想见她美妙割喉了吗 我宁可动钢樱桃树 我也不愿意听到她的课程 我真是傻傻分不清啊 你说到底是 特种部队的训练惨一些呢 还是听司马唱歌 总之惨一些呢 唱歌惨一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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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飞 小五 李毕 李毕 等一下 诺昂 干嘛去 我上个厕所 你憋慌 陆飞的小五马到了 我们联系呢 你来人训练啊 司马呢 没见到她人呢 她现在好像变个人似的 怎么呢 司马 司马 我们知道你在里面 我 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劝你 其实你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差劲 你对茶油过敏 这说不定能成为你的长处 以后你 你就去做地质勘测 你不舒服的地方 下面肯 肯定就有油田 你这哪是劝人呀 怎么听着像骂人呢 是吗 换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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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 你看你孔高 其实你一直都比我勇敢 我都敢跳 你肯定也没有问题的 司马 你还不递刚才那个 我来 走走走走 那啊 司马 szy哥 收起你那可怜的自尊心吧 不过有的话我就不说了 你自己心里多清楚 准备好呀 就告诉我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哎 快点快点 集喝了 集喝了 司马 我们走了 隔天再来看你 都 哎 快走 我也都pping 你怎么不改作品呢 妈 只能用作左手 我才能作为真正的自己 哎呀 妈呀 大半夜的变诗人了去 不是 我是在给小岚写信 我之前不是都是用司马的身份给她写吗 她认识我的笔记 我现在用张小五我自己的身份给她写 所以就只能用左手了 不是 那你给她写信吗 我想让她劝劝司马的 她 别逗我了 我跟你说啊 熬小岚那个风洋打架行 劝人 戏 你就是对她有偏见 你都不了解她 其实小小岚挺好的 我帮她说上话了你 你是不是喜欢上她了 别别别瞎说啊 你小岚是司马的女朋友 得了吧 司马对她一点也不伤心 不过兄弟啊 跟你说去掏心窝怎么玩 谁要是取上熬小岚这种老子 就等于主动放弃自己的生命 也就是自杀 去去去去 你没个正心人呢 咔 咔 咔咔 咔咔咔 咔咔咔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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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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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键是要看内容 我看内容也比不上 给点时间吧 我相信小五 你会和司马一样的 期待 我儿子怎么会给你写信啊 小五说司马有难 我得去解救他 阿姨 我得跟您请几天假 行 那你赶紧去吧 我这儿你不用担心啊 那这几天让我们家阿姨来照顾你吧 不用了 这我自己可以的 你快去吧 我哪儿是那种重色轻又冷啊 您是长辈 不是朋友 我不是把你当成我的忘年交朋友啊 那小五得管我叫小姨 不行不行 太老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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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姨 小姨 你怎么才来啊 你看 我专门给你点的草莓冰淇淋都要花了 你快吃吧 哇 这么热情啊 又有什么事想求我吧 那是 好不然怎么请你吃冰淇淋呢 你还真直帅啊 说吧 什么事 怎样才能让一个人重拾自信啊 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有点难 没难度我找你干吗呀 那这么有难度的问题 我可能 要吃两个冰淇淋才能下得出来呢 你太过分了吧 我也是穷人呗 好了 我跟你开玩笑的 这顿我请了 那 都买我一请 谁让你左一口小姨又一口小姨的 喊得我都不好意思 那你请客了 真的吗 谢谢啊 陆远儿 带来两分比提零草莓冰淇淋 有说我自信的问题吗 恢复自信啊 关键就是要在于 自我鼓励和自我激励 你要让他发现他自己的优点 这样他慢慢地就能重复自信了 帅 这不算 你得想想 他最吸引的是什么呀 我还真没想过 写心写得好 算吗 你的意思是 他文采好 这可以算一点 你再想想 他还有别的喜欢什么吗 唱歌 这也算 你记住了 你要让他觉得有成就感 这样他慢慢地就能恢复自信了 好 叫安静 我还没准准准备好像怎么就出来了 准备什么 你瘦了 我哪儿瘦了 你哪儿都瘦了 行了 行了 出什么事了 你跑步都在找我 陪我过生日 你生日不是下个月吗 我妈说了我是早产儿 提前一个月过生日 早产儿跟过生日 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走走走 过生日去 你过生日我拿鸡汤干嘛 给我唱生日歌 唱生日歌 在哪儿唱啊 餐厅啊 打听广东的多不好啊 我告诉你啊 我帮了一家餐厅 叫我喝凉 浪漫吧 餐厅 这里花多少钱啊 太浪费了 不做不做 给我一家店 走走走走 走吧 老板 老板 老小姐来了 怎么样 这店里布置的 像浪漫的吗 那你给偷啊 你 你不是说要烛光晚餐吗 这不着着吗 这不是烛光是什么呀 我用这个蜡烛的吗 闹清明姐 丑回头是吧 老小姐 我们这镇小 只有这种蜡烛 也没别的 我也没办法呀 要不行 你再换一件吧 不换 赶紧把这个蜡烛 要撑下去啊 上尘场 好好好是 今天我得装书女 非得有娘看的 干嘛选这儿啊 过生日啊 当然要吃茶双面了 再说了 本人的资产 只能包下这样档次的饭店 用不着包茶 咱俩随便吃点饭 那怎么可以啊 这么长时间才见一次面 对 当然要二人世界了 所以 我让老板把桌子全撤下去了 就咱俩安安静一点吃顿饭 说的 我生日我做主啊 好好好 你的生日你做主 不 赶紧哥 给我唱首歌吧 就当是开胃餐 别闹 湛湖跟我说唱歌特难听 我知道 他们那是羡慕嫉妒恨 你说了 我生日我做主的 那 那你要听不下去 你就告诉我啊 你特别好听 生日快乐 我对自己说 那初年了 泪也融了 祝你生日 快乐 太好了 唱歌太好了 真的 当然啊 简直就是无赖之音 天赖之音 她的意思是天赖之音 天赖之音 先生 能不能再尝一首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这么优美的歌声了 真的假的 真的 群肉的眼睛是血亮的 先生 如果你能再尝一首 这顿饭我免费请你们 太棒了 你个死老头子 我一没看着你 就拿家产当人情啊 什么破格能抵面前 再说了 这么难听的歌 城管没来罚款就要好事了 我回忆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对对对 你们俩口的事情到里面说行 好啊你个死老头子 你看到美女就犯傻是吧 凭她抠得要死 你看到美女就这么大方 我打你个老头子 打你个老头子 打你个老头子 把你打到海里去 我看你还犯不犯傻 你说 你还敢不敢让人白痴了 人家没有白痴 人家付钱了 你唬谁呢你 我明明清点 你让人免费似的 别打了你 人家这位小姐早就付钱的 她说呀 只有我夸这位先生唱歌好 就另外加钱 刚才说的那些话 都是这位小姐付钱让我说的 这付钱了 这不是钱吗这 你看 这不是吗这 司马哥 你别听他们的 司马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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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 你别生气啊 你这么无心的 你觉得特有意思是吧 不是 不是的 我就想帮你恢复自信 你不是在疼吗 没有 真没有 我就是要关心你啊 谢谢你的关心 我不需要 还有 以后请你不要再看我 司马哥 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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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 你别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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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不可以用我吗 这要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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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因为小岚正六神五处 而我们 此时正在紧张训练 你看人看见多不好意思啊 这儿附近又没有人 还有天花呢 这是我特意雇人为你放的呀 浪漫吗 走 走 姑娘 我实在停不下去了 那是我们放的信号呢 这种人呢 飞哥快走 考核呢 这什么情况啊 你有验子 飞哥 翻过这座天才到跋场呢 快点 好 县长 你说这次谁会被淘汰 他们都能通过 为什么能通过 已经三个月了 该淘汰的都淘汰 这种考核对剩下的这些人 没有任何难了 那为什么还要搞这样 为了让他们有自信 为了让他们有自信 因为最后一次考核即将来了 他们来了 他们来了 baiy 还没有任何要被淘汰 有ические 哦 那只需要这么一忙 有机会 而且都是九华一双 所用平均时间三十分五十万倍 能不能通过吗 走 看看去 齐立 行 别太拘束了 我给大家买了一些冰镇饮料 想必大家有些日子 没有喝这些东西了吧 干啥 我爱喝啊 不是 主要习惯连长你平常的暴走模式 今天 不是 是啊 在这三个月的训练里 我在大家心目中恶魔的形象 已经根深蒂固了 不过今天我不想再当恶魔了 因为你们三个月的训练 结束了 结 结束了 完了 我 干啥 舍不得呀 在家三个月的训练 不不不不 内科中医生 肯定到脑身有症状 严重吗 轻微脑震荡 没有气质性损伤 三五天就可以痊愈了 用住院吗 不用 等他醒了你们就可以走了 谢谢医生 你不客气 还有一种云 上山沈梦 在两次的事情里 所有情节里都会相识 这些是爱情 什么爱情啊 其实在很早之前 晓岚就对司马萌生爱意了 来哥 想干嘛 你当场歌星之后还能记得我吗 当然了 我怎么会忘了你呢 不是学生的吗 手怎么了 没 没事 看看 怎么了 没 没事 就是晚上偷钱的时候 被我妈爸借了 然后稍微地镇压了一下 那我不管啊 为了你什么都敢 他把他对我们闹啊 猪啊 还要我说白呢 我明白 咱俩是兄弟嘛 对不对 来 你们不是情侣吧 怎么可能啊 你看他这长相 没有丝毫女性特征 我从来没把她当女人看过 还要告诉你啊 我是女人 你拔我头发干嘛 你傻笑什么呢 小兰 小兰 你可没事吧 你认识我吗 我叫什么 司马 你脑子有病吧 问我这么弱智的问题啊 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脑袋被撞坏了 连我都不认识了呢 怎么会啊 看你在那儿傻笑 不过你进部队之后 我经常会闷到你啊 然后我每次 一揪你的头发 你就 就消失了 所以刚才 醒过来看你在我身边 我以为幻觉呢 然后一揪你的头发 你居然还在 遭养开心 你没事就好 去哪儿了 部队医院 你被摩托车给撞了 医生说你是轻微脑震荡 你不归队 不会被开除吗 放心吧 我和连长请了半天假 熄灯前回去 几点了 下午五点 你怎么不早叫我呀 你受伤的我干吗要叫你啊 跟你在一起的每一秒钟 都很珍贵的 你让我睡了这么多小时 我想想弄心的 小兰 你别这么说 你这么说 我心里也不是资本 走啊 干吗 看晚霞 就我们俩 你伤美好的 你不能吹风 没事 我真没事 只要你在我身边 我什么病都好 走了 来 这也不错 在这儿吧 干吗 可以喊啊 喊你吗 我来之前呢 看了很多历史书 书老师说呢 把所有不开心的事情都喊出来 心里就会变得安美 我心里也不过不好 我心里挺好的 别缠着了啊 小五都写信告诉我了 喊吧 老师 是什么 你一个小小孩 叫我喊我 来 来 鱼 我都敢跳伞 我当不了特种病 没关系 下雨天我可以给你打伞 我对柴油过敏 我当不了装甲病 车机发达了 装甲车敢用太阳灯了 让柴油混蛋吧 我喜欢唱歌 可大家都觉得我的歌声能杀人 死在你的歌声里 我很幸福 我就是一个差劲的战士 没用的拼 我司马战哥就是一个大手蛋 司马战哥 你给我听好了 我不在乎你是不是能成为摇滚巨星 我也不在乎你是不是能成为相军 我只在乎你是不是快乐 我愿意陪你走过一切难关 因为我们是兄弟 因为我爱你 你是不是贪好 叫你 小岚 我不知道你这样 你是不是知道我说了算啊 有感情我做主 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谁说啊 还有 你永远知道你自己要上了 还有你写给我那些信啊 以前呢 我总不知道我自己是喜欢你还是爱你 但是看到你那些写给我的信之后 我才发现 我是爱你的 可是 要是那些信不是我写的呢 乖 你要拒绝我 你不用找这么乱理由吧 我没有想要拒绝你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你眼神告诉我了 我眼神怎么了 你终于把我当你好了 你本来就是女孩啊 小兰实现了她的梦想 司马终于把她当成一个女孩子来看她 爱情能够让人痴迷 也能够让人疯癫 对小兰来说 司马就是她一生最美的梦 还能够让人疯癫 他不喜欢她 他不喜欢她 他不想要她 他不喜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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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想到她 谢谢你送我回靠近 我一定会好好练你 你们俩要每天随身带着啊 而且每天为我吹上一曲 行 小岚 你在医院昏迷的时候 一直在说梦话 说什么了 什么打鱼脊梁啊 什么无礼啥的 听得我一头无水的 你多让人们傻呀 这不都是你在信上说的吗 我 我在信上什么时候说的 考我是吧 听好了啊 在量子的世界里 一切经典力学定律都会消失 这就像爱情 在爱情面前 一切理智都会消失 说得多好 没说错吧 你信上还说 车来了 走 赶紧上车吧 我想好了 想好什么了 你在信上不是问我吗 如果在孤岛上 独自带上使你的话 会带什么书 我想好了 就带你写给我的那些信 它将会是我在孤岛上 活下去的希望 好 带上 都带上 你要记得给我写信啊 写 我一定写 这个路上差不多了 赶紧上车吧 你要记得每天为了吹上一曲啊 你要记得每天为了吹上一曲啊 我一定好好的 不是 啊 她心非面对这个真诚的女孩 这一次她决定 要好好对她 快点集合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考核 你们每人的任务无尽相同 有的是侦查 有的是破坏设施 有的是狙击射杀对方指挥官 具体任务都在你们各自手中的文件夹里 飞机会把你们送到各自的指定点 完成任务以后 换上便装到县城集合 明天下午四点 县人五部门口会有两辆车等你们 一辆会把你们当中的合格者送到核战里 而另一辆 会把你们当中的淘汰者送回原部队 记住 在县城中我们会派出巡逻队 如果你们在四点之前不信被他们发现 将会被视为考核失败 还有 你们对各自的行动任务必须保密 哪怕是对你们最亲密的战友 也不能向他们透露行动的任务 听明白没有 是 是 远长 我想补充英军 你说 在县城的时候 不许和老百姓动手打架 因为一般人 已经经不起你们的权处了 赵牌上的话都记住了吗 记住 好 祝你们好运 希望在特战旅的军云里 能和你们再次见面 解散 是 爹 最后一次特战络考核 每个人执行的任务不同 侦查 破写 狙击射烧 格斗 攀岩 武装强度 只要通过这次考核 就可以成为特战络的战士 为了这个努力 大家全力也得到